乖喔 黑黑睡一米大一春喔 哎呦丁丁还没有当妈啦 所以知识不正确大家不要怪我 不过我相信天下父母心 大家都是可以了解的 所有的天下爸妈都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小孩 不要说吃的东西的安全了 之前新闻还有一些用的东西 玩的玩具还有读书 这真的很可怕 所以希望你家的小baby 健康又平安的长大 就从慎选婴儿用品开始啰 每个孩子都是爸妈的心肝宝贝 无不细心呵护 所以在对于宝贝们生活上 食 衣 住 行 娱乐等各方面用品的准备 也更加的讲究 但是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婴儿用品 到底该如何挑选呢 选择一家专业的妇婴用品店 不但可以购买到比较有保障的优质商品之外 产品的种类齐全多样 还可以满足妈妈们一次够齐的需求 一般那个专门店的话 它的那个奶粉的部分 还有那个用品的部分 就是十一字型含车台 都是比较齐全的 所以它在产品线会很明显的 让我们了解 它是不是专业店这样子 然后他们这里如果买东西多的话 还可以在一起变又便宜 对 觉得还蛮喜欢的 而服务态度又很好 妈妈们口中这一家专业的妇婴用品店 宽敞又明亮的购物空间 动线清楚流畅 所有商品的配置都分区规划成列 方便顾客选购 而店内更有受过训练的服务人员 可以提供专业的意见 介绍各式产品的特性 作为妈妈们购买用品时评估的指标 这位妈妈好伸手啊 是啊 而且它操作很便利哦 收放都很方便 所以我一般看有的婴儿车 很难操控然后很笨重 所以这台很轻巧是这样子吗 是啊 而且就是很好使用 操作又很方便 像例如啊 你这样子踩下去哦 它就卡住了 就是刹车 然后如果说你按压这边就打开了 妈妈不用在那边很费力的 好 在那边用 没错 当妈妈也想要优雅嘛 谁说养个孕女一定要很狼狈呢 对不对 我当优雅的贵妇 用脚踩就好了 对啊 对啊 那还有什么特点 还有特点很多哦 像这个 这样造 简易的操作方式 安全有保障的细节设计 店员详细介绍婴儿手推车的使用 让消费者可以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商品 而对于一些宝宝用品 质地以及材质的使用 也是妈妈们最在意的部分 而服务人员也细心的推荐 有安全标章认证的 妇婴保养用品 我们在选择这些用品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要特别注意安全性 对 要注意安全性 那基本上的话 从妈妈的怀孕周期 我们怕会去影响宝宝 它肚皮 就抹那保养木用品 我们保养品 我们会怕说去影响 它肚皮里面的宝宝 基本上的话我们会比较主推的就是说 是采用有安全标章的 专业的复婴用品店 目前在高雄县市 已经拥有12间分店 在地生根19年 成为了南台湾火炬规模 产品项目以及品牌 最丰富的复婴用品专业卖场 在这个区块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是专门店 所以第一个要件必须产品是相当的齐全 就是小孩子的产品线 用品线 不管是品牌 还是小宝宝各阶段成长 所需要用到的各阶段的产品 我们通通很齐备 是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服务价值的部分 那在服务价值的部分 其实我们提供的不只是商品 跟商品的一个说明 最重要的我们是会协助顾客 来做育婴问题的一个解决 所以对内的话 我们的服务人员 都会固定的安排教育训练 那如果说对消费者端的话 我们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妈妈讲座 来协助妈妈解决一些育婴上的问题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提升我们的服务价值 专业的复婴用品店 卖的不只是商品 更是服务 重视妈妈宝宝的感受 照顾他们的需求 而在商品方面 坚持最好的品质 以及优惠的价格 这样的经营理念 也让复婴用品店 在业界建立起良好的信誉 口碑以及品牌形象 面对崭新的龙年 业者期望可以拓展服务范围 扩大服务的区域 除了将成立更多的门市 以及连锁加盟店之外 也将发展网购的部分 透过宅配物流的运送 为更多的妈妈 以及龙宝宝们 提供更多元 更优质的贴心服务 龙年到 好运到 降龙赫穗迎新春 新年快乐 耶 好运到